我沒有懷孕喔 一次說清楚 老公有主要笑話 老婆極致沈驚 正義昌與陳一璐結婚號 首度公開露面 與陳廷禮出席活動 陳一支援陳一璐的節目上 與無尊通話 圖口衛們三個月不能說 讓大家猜測是否有喜樂 我跟他說 那個玩笑具體的覺得好笑 然後他都說 他就好問 他都說也不知道 可能就是在跟兄弟講話 太習慣了 就是男孩嘛 太多 對 男孩講話就是 總是會有這種鬥罪什麼的 然後他就說 不好意思 放心下次會注意 大家真的有很多的祝福 對 希望看到我生小孩 因為連不只是長輩了 連那個平輩的 就是好姐妹啊什麼的 有的看到新聞當真的 都落淚了 我想說 我當藝人也十幾年了 你們可以別這麼容易 你就是刷幾個新聞就相信 你不會來問我嗎 林婷也 那我還應該說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哭的是他嗎 可能哭的不是他 他就說 快告訴我是不是真的是真的 我現在就要哭囉 我們說不好意思讓你失望了 就不是真的 那我還說不好意思喔 就是老公可能比較像男孩的 也開了一個玩笑 還讓你就是走心了 真的有小孩子 我覺得我一定要跟大家講 對 所以大家就是拜託 我的親朋好友 不要再因為看了那一天 就打電話哭著打電話給我 好不好 我親自會跟你們說明的 那兩人是一直都有在計畫 這件事情 其實沒有刻意計畫 但是因為畢竟我們都是一個女人 所以如果我們手上有還在談的 還有機會接著戲 我們當然就是會很小心 因為我們不想要破壞了 這麼大的一個劇毒的計畫 應該不會很快 所以那今天應該就不會 會不會是一個小朋友 不是 我怕我下就定讀到 說什麼 一個人萬一啊 就是沒有刻意 沒有刻意 對生小孩神奇自然 其實兩人愛情長跑十年結婚 讓曾恩超感觸最深的 就是可以公開戀情了 最大的差別就是 走在路上牽手 擁抱不用害怕什麼 然後還有就是 家人也都可以大方的聊起 我們兩個的事 畢竟我們兩個都當藝人很多年 家人也習慣很低調 對 我覺得現在大家都可以 很放鬆的 像家人一樣的聊這些話題 我覺得很幸福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 算是上一個世代的陰影 然後那時候我們的戀情 就是一定是公司 都是要不要去說 等於我從小到大 沒有體會過自然正常的 有一段感情關係是怎麼樣 所以對我來講 很不能講失而復得 但就是很珍貴耶 這種很頻繁的 可以跟老公然後走在路上的感覺 其實我們現在走在路上的那個 回頭率實在太高了 可是如果說這個 在那邊在漏水耶 大哥你要小心自己 有這個戴帽子的頭上長 然後就是戴帽子帽的大哥 頭上有下雨 好 請問是什麼啊 有些步道可以公開放什麼 我覺得時候到了再說吧 對啊 不是那種結婚會覺得 欸再低調一點 還是覺得說 我們被記者 對 不要緊 不要緊 了解 妳做多了 楊良姐做多了 還是 我好奇嗎 好奇 還是妳會跟我們一樣 學那種 一天都滿會喔 一登記就覺得 就是 但其實我好像從小到大 就連學生時期 那種戀愛我都不是公開放閃心 我會覺得內斂性 對 我會覺得 談戀愛這種事情 其實滿俗的一個 就是妳開心我開心 妳知道我知道就好 很多人會偷拍我這樣 因為其實我不怕人家走過來 問我能不能拍照 其實我還滿鼓勵大家 就是如果碰到妳喜歡的意願 就是其實可以走向前 真的 對